大家好,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。 在香港,情人节如果是适逢在公众假期,那些花店就惨了。 因为情人节最受惠的就是花店。 一些正在热恋中的人,或者是有情人,新婚夫妇等等。 男的通常会哄一下老婆或者是女朋友,他们会送上一束花。 如果是在上班的时候收到花,在同事面前当然是特别有面子。 所以,花店最好生意的时候就是在上班日。 但是如果情人节刚好是在公众假期,那就惨了。 花店可能会少了八成的生意左右。 因为送花主要是想晒给人家看,特别是有的女人会很满足。 我收到花了,你收到了没有。 而今天是公众假期,当然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 因为你在家里放假,不会收到花。 即便是收到了也没用,没有人会看到。 所以,花店在今年也是惨自投。 这也是香港经济进一步变差的写照。 而中国当然是更差。 为什么? 因为中国之所以会经济起飞。 其实靠的是三驾马车。 三驾马车分别是出口、投资和消费。 这三项支撑起了中国的整个经济。 首先是出口。 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了世贸之后,它的出口就开始不断增加。 因为加入了WTO。 所以,有很多国家对它进行免税。 免税就可以多做很多生意。 中国也因此成为了世界工厂。 很多公司都到了中国设厂。 厂家来设厂。 之后,投资也跟着进来了。 因为有很多人看到中国有生意做。 可以赚到钱。 所以就过来投资。 包括投资房地产。 股市。 还有其他方面等等。 什么东西都投资。 结果,就有大量的投资来到了中国。 这样,中国人就开始有钱了。 赚到钱了,就开始出来消费。 吃喝玩乐。 购物。 买房买车等等。 这是一个经济的循环。 但是现在支撑中国的第一步已经出事了。 根据路透社报道。 说,目前国际贸易的趋势持续下滑。 2025年,美国会超越中国。 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。 就是说,德国在以前光顾的最多的国家是中国。 但是,到明年,就会被美国后来居上。 会卖很多东西给德国。 就是德国减少了向中国买东西。 都知道,墨西哥已经取代了中国。 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意思是,以前美国会光顾中国。 购买很多东西。 但是现在,美国开始光顾墨西哥了。 甚至去光顾加拿大。 光顾欧洲。 光顾澳牛,也不光顾你中国。 那中国怎么办? 中国在同一时间,失去了美国。 加拿大。 澳牛这些大市场。 现在连欧洲也开始要失去了。 这会让中共彻底经济崩溃。 以前还有外贸撑着。 很多人看到你外贸有生意做。 在中国投资开场,可以赚到钱。 然后就有其他的投资。 可能会在工厂的旁边买一些地。 工人有工作生活自然会变好。 还有投资房地产。 投资股市。 各学各业都可以投资。 但是现在一面崩。 全面崩。 一块骨牌倒下去就全部塌了。 现在出口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。 一开始出口占中国的GDP比重超过三成。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。 对出口的依赖逐渐降低。 到了现在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只有两成。 就是说其他方面着重了。 以前一年的出口可能会赚几万亿。 但是中国的规模大了。 赚几万亿已经养不起整个国家。 而需要靠其他方面。 当然就是消费和投资。 因为消费也是靠投资带动。 就像刚才所说的。 人家在你这里赚了钱。 然后投资。 然后买房子。 当人们赚到钱了才会出来花钱。 以前是吃五块钱一个盒饭。 现在升级了。 吃十块的盒饭了。 这就是经济上升的现象。 欢迎听众们。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。 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。 在众多VPN中,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。 但真正的问题是,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?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。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。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,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,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?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线数量的设备。 不需要多个订阅,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。 安全至关重要。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, 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,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?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,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, 仅有5%的速度下降。 它是您快速下载,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。 但是现在投资没有了。 外资也大量撤离。 当然, 这是一个政治原因。 不是纯粹的经济原因。 所以这些外资外商走了之后, 就不会再回来了。 因为他们是感觉到了危险才会逃离。 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大经济体来说, 经济发展其实不可以完全依赖某一方面。 应该要涉及每一个方面。 但是最严重的是骨牌效应。 因为外贸是最大的骨牌。 外国人跟你买东西是表示对你有信心。 当美加澳牛, 英国, 欧洲等国家不再跟你买东西的时候, 就表示对你中国没有了信心。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。 虽然外贸占中国的GDP只有20%, 但是这20%会影响到后面的80%, 不在你那里投资。 设厂, 甚至乎不找你买货。 对你的国家, 对你的产品彻底失去信心。 不仅如此, 而且连同在你中国的投资也一样撤走。 这才是最严重的。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, 德国对中国的进出口在2023年达到了2530亿欧元, 折合2720亿美元, 就是2万亿多一点。 这意味着, 中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但是美国就不一样了。 美国一路急起直追, 跟德国的差异非常小。 德国对美国出口的持续增长是美德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原因。 德国工商总会外贸主管特莱尔表示,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, 中国对德国制产品的需求会大幅增长。 这也意味着根据美德贸易的增长趋势。 到2025年, 美国将会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就是两边互相买卖, 做多了很多生意。 两边的生意做多了。 有很多人就会想, 本来是想到中国投资的。 那不如去德国投资一下。 德国也是一样。 原先是想着到中国投资。 但是多了美国这个选择。 这就是双边的互动。 2023年, 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9%。 下降到了只有970亿欧元。 尤其是汽车和化工产品下降的比较明显。 同时从中国进口也下降了五分之一。 下降到了不到1560亿。 跌幅非常大。 很明显, 中德的贸易变化离不开德国提出的供应链多样化战略。 由于中共输出武汉肺炎, 打乱了全世界, 也惊醒了全世界, 让全世界明白到了不可以依靠中共, 因为太危险了, 它随时会要了你的命。 所以, 无论是美国、 加拿大、 澳纽、 或者是整个欧洲, 包括德国、 法国、 英国等等, 它们也开始明白, 把所有的生产线全部交给中国是只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所以, 它们开始要把供应链多元化, 分散在中国的投资, 分散对中国的依赖。 所有的国家都这么做, 这就完蛋了。 中国的生意起码会大跌六七成, 甚至七八成。 所以, 美德的贸易比重不断增加。 2015年以来, 美国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。 德国在美国也有大量的直接投资, 由于地缘政局的不断变化。 同时, 美国的经济表现强于预期。 如果这个趋势在2024年持续的话, 美国会取代中国, 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。 德国在默克尔年代是采取亲俄亲中反美的策略。 跟法国一样。 其实当时整个欧洲都是跟美国疏远。 他们会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等资源, 也会依赖中国。 但是现在整个格局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, 已经正式被打破了。 而中国是完全站在了俄罗斯的一边, 彻底跟欧盟越走越远。 欧盟的立场很清楚, 只要你继续支持俄罗斯侵略, 我们就没法做朋友, 连生意也没得跟你做。 当然, 随着德国的政局变化, 默克尔下了台之后, 就轮到舒尔茨这个中间偏右的政府上台, 他们推翻了很多默克尔的政策, 也跟中国的关系越走越远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 德国的市场变化很大, 中国其实一次过失去了整个美洲, 整个欧洲的市场。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, 不仅没有了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设厂, 而且还失去了他们的客户。 中国对自己最大的客户, 对一直都在给钱他花的美国, 加拿大, 英国, 德国, 法国等国家恶行恶想, 对于那些找他要钱的朝鲜, 古巴, 伊朗, 叙利亚却当成是做上宾, 别人给你钱花还要天天挨你的骂, 所以心想还是算了, 我还是不给钱你花了, 免得被你骂。 而美国跟欧洲地区的利率上升, 以及贸易主义的趋向, 也导致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不断下降, 在这种价格和利润被挤压的情况下出口, 基本上已经很突变了。 根据大陆商务部的数据, 2022年, 中国在出口相关行业就业的人数是1亿8千万人。 而最近的调查显示, 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4个月收缩, 出口订单连续10个月下降。 这些数据表明了外贸出口承受着巨大的变化, 基本上没有生意做了, 赚不了钱, 也养不起这么多人。 出口的减少带来的代价是1亿8千万就业人员会大规模的失业。 在整个中国的就业市场规模之中占了很大很大的比例, 所以出口对中国的经济极为重要。 因为投资其实养不了那么多人, 只有出口才可以聘请到那么多的人。 第三就是靠消费。 当然, 没有了第二项投资, 人们变穷了, 没钱了, 又怎么出来消费? 他们消费不起了, 只能够维持生存的最基本开支。 这是曹德旺说的, 一天三餐和睡觉的地方, 就是三餐一宿, 那些不是消费, 那是维持生存下去的基本开支。 跟消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 消费是你解决了温饱问题, 解决了居所问题, 有吃有住之后, 你还不用担心明天没有饭吃, 后天没有地方住之余, 可以很轻松地享受一下生活, 听听音乐, 看看歌剧, 或者是出去看一下电影, 吃一下爆米花, 而不会影响到你。 不需要考虑明天有没有饭吃, 这些才叫做消费。 所以现在中国有能力去消费的人, 其实只有很少。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会这么差? 是因为整个裙带, 一环扣一环, 赚不到钱当然是要节省一点, 你省他也省, 这样企业当然是赚不到钱, 企业赚不到钱就要裁员减薪, 一整个恶性循环, 这就是经济萧条的规模。 而中国应该再把规模扩大一点, 因为中国人买房的杠杆最少超过一百倍, 这样如果一倒霉起来就不只是不消费, 而是要破产, 要跳楼。 所以中国跟全世界都不一样, 中国特色的经济崩溃, 或者是中国特色的金融海啸, 比起之前的雷曼, 比起欧债危机会严重很多, 就好像要面对一百米的巨浪海啸, 根本跑不掉。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,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。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, Patreon,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, 帮我们欣赏广告,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, 与我们互动,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,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,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